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松下刚刚发布了全新系列的紧凑型全画幅相机S9 那在前几天我也借来体验了非常简短的时间 体验完之后就立马还回去了 可能这期视频并不能做得非常详尽啊 不过我会尽量的跟大家分享测下来的感受 先讲一下这台机器的定位吧 我觉得它并不是国外爆料说的视频机 它其实在拍照和视频上没有特别的倾向 国外的爆料一开始把大家的预期拉得太高了 它的定位远比你想象的要低得多得多 松下应该是想把它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台 入门便携全画幅相机 作为一台家用相机 目标用户是那些买来 记录日常生活 记录家庭的非专业摄影用户 他们不懂太多的摄影知识 不懂照片和视频的后期处理 拍摄时喜欢直出 小红书上那些小姐姐就是典型的目标用户 这台相机大幅度增强了松下的实时LUT功能 它可以在松下的APP上免费下载全球创作者制作的实时LUT 并且机内还提供了最多40个LUT坑位给你使用 玩的就是一个照片和视频的直出 这个在视频的后面我会着重介绍 虽然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售价 只从爆料里拆车的8000元来看 那它的对标机型应该是富士XT30加能R10这样的机子 但是会拉出一些错位做车位的竞争 这次S9的外观设计走的是复古的路线 很像是放大版的收下GN1 它的体积非常小巧 跟小米14Ultra放在一起做对比 甚至它都还会小一些 不过机身厚度对比S5M2不会薄太多 S9的机身加上电池和内存卡的重量实测是488g 这里我也把我其他的几台相机的重量一起放上来 方便大家做参考 S9的机身去掉了EVF取景器和右侧的手柄 右侧纯屏完全没有凸起 我在黑色的版本很像莱卡Q3 所以快递到了之后 我就马上用一块黑色的胶布遮住LUMIX的logo 旁边再贴上红色的莱卡标 再搭配一颗名将我是豪米F1.4 莱卡M口版本的镜头 这就是松下版莱卡Q3 而且S9这次也确实增加了莱卡单色的色彩格调 这就更来了 没有右侧的手柄握持手感确实不太好 基本上告别单手拍摄 除了黑色S9还有绿色红色蓝色银黑色 总共五款颜色 我看很多粉丝都比较喜欢绿色 但我会更加喜欢黑色 之后我也会买一台 然后搭配一个带手柄的皮套来提升手感和提升颜值 那在人机交互方面 S9去掉了机身后面的波轮 它只有前面的波轮和机身后面的波盘 分别用来控制光圈和快门速度 ISO则是要先按一下上键再滚动波盘来控制 如果你是用惯了S5 Mark II的老射手 那你会很不习惯效率上会低很多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用过相机的新手小白 那其实还可以它跟我刚入门摄影时候用的佳能M50一样波轮也并不多 主要是非专业玩家大多数时候还是用A档光圈优先拍的多一些 波轮少其实也还好 按键手感对比S5 Mark II也会廉价很多 突出一个入门 相机右侧是MicroHDMI和Type-C接口 左侧只有麦克风接口 单SD卡槽 放在了电池舱的位置 最高支持UHS-R的内存卡 电池并没有阉割 依然是S5 Mark II上那块BLK22电池 续航我没有办法做量化的测试 光从掉电速度来看 续航要比S5 Mark II要好 那在S9的机身上还增加了一个LUT键 这也是这台机器上最大的亮点 充下在这一代上面大幅度增强了14LUT的功能 这个我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会着重讲到 那这台机器到手之后 我第一时间晃了晃相机 发现它是有机身防抖的 充下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它拥有5档的机身防抖 和S5 Mark II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防抖等级 都是在CIPA标准下测试的 我自己使用还是按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测试 首先我用S9做了手持自拍的防抖测试 现在用的镜头是2060的20端 只开启了机身防抖 没有开电子防抖 然后手持镜头 我没有带手柄 我就直接手持镜头拍Vlog的视角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稳定程度怎么样 现在用的是机身自带的麦克风收音 我没有外接麦克风 可以看到S9只开启机身防抖的手持自拍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那在开启标准电子防抖之后 画面的抖动会更小一些 而且上个月松下的新固件 也在电子防抖模式下增加了对画面边缘波动现象的抑制能力 我觉得S9的标准电子防抖 就已经足够Vlog视频自拍的防抖需求了 那S9的机身那么小 防抖真的可以跟S5 Mark II一拼吗 我找来了一根可以把两个相机同时并在一起的快装版 镜头统一是24mm的胶段 做了纯手持走路的对比测试 在紧开启机身防抖的情况下 肉眼可见S9还是要比S5 Mark II要抖一些 大概能够达到S5 Mark II视频防抖的7.5成的水平吧 这个水平我个人是满意的 毕竟体积小了挺多的 之后我又分别做了标准电子防抖和高单位电子防抖测试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在传感性方面 S9同样是2400万像素的RNS410传感器 在视频的录制规格上 S9和S5 Mark II一模一样 支持6K30帧开门模式10bit 420的视频 4K60帧APS-C裁切10bit 422的视频 自动对焦模式下最高1080p120帧10bit 422的视频 以及SNQ模式下手动对焦1080p180帧10bit 420的视频录制 但是S9在每个视频规格下都有单次最长录制时长的限制 在6K分辨率下录制时长最长是10分钟 4K全帧率下最长是15分钟 1080p全帧率下最长是20分钟 这就跟我以前用的佳能入门微单很像 都有录制时长的限制 所以我说这台机器并不是视频机 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偏向拍照或者视频 这个视频时长录制也就意味着 它并不是一台干活机 而是一台生活机 一个满足日常生活视频记录的入门级别的相机 如果你要长时间的录制 那当然是选择带散热风扇的S5 Mark II更好呀 对吧 但如果你平时只是偶尔录制一下视频 不拿来干活 比如说带出去旅游拍一拍Vlog 那它还是很舒服的 至于会不会过热 既然松下都已经给了时长限制了 测试的时间又很赶 所以我没有做过热这方面的测试 另外S9还新增了一个MP4 Lite的视频规格 可以录制3840×2560 3.2比例的 50大马流的低码率视频 方便用户在手机APP上快速剪辑和分享 那视频对焦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快递到了的第一天 我就立马做了不同规格的视频跑动对焦测试 时间关系我直接说结论 松下S9就是目前所有松下相机中对焦性能最好的相机 对比S5M2 S9补全了1080P全画幅模式下高帧率的相位对焦性能 在我单独放两段1080P50帧和1080P100帧的视频对焦测试素材 完整的白天和晚上的视频对焦测试视频 大家可以到我的主页里点击这些视频查看 那S9和3.0固件的S5M2一样同样支持动物眼睛对焦 汽车和摩托车的识别对焦 但如果对比索尼和佳能那它的视频对焦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在拍照方面S9的确没有机械快门 它只支持电子快门 最高快门速度是八千分之一秒 并且相机上也没有热靴接口 只有冷靴 所以也不支持连接闪光灯 这确实是这台机器上最大的遗憾 我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不习惯 就是电子快门那个模拟出来的咔嚓声 始终没有机械快门那么有仪式感 虽然说相机里面也提供了几个快门声做选择 但这对于用惯了机械快门的人来说还是比较淡疼的 我也是用它拍了两天才逐渐习惯 那除了仪式感不够以外 电子快门倒是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困扰 我不是专业接单的摄影师 我是典型的摄影爱好者 平时的工作是产品经理 基本只有周末和晚上可以出去拍拍照片 拍摄的照片的题材大多数也是围绕街头摄影 情绪人像 近物或者是家庭日常为主 很少会拍摄运动相关的照片 所以我用下来感觉还好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样的 平时用惯了电子快门的射手们 欢迎在弹幕里和评论区留言 讲一讲实际的感受 至于没有热靴不能使用闪光灯 我个人的情况是 我买了相机六年 我使用闪光灯的次数不超过五次 其中有两次我还做成的视频 在我的主页里可以找到 闪光灯对非专业的玩家来说 还是门槛有点高 主要是不能所见己所得 我出门拍摄人像的话 白天用反光板比较多 晚上我会带一些便携的补光设备 举个例子 隐气的GC12这款充电棒灯 用起来就比闪光灯要舒服很多 不用的时候就塞到包里 也不中 晚上要用的时候充满气 开灯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发光面积比较大 补光会更加柔和 它还防水 价格还便宜 只要199元 当然有些射手就是想用闪光灯 来拍摄漫展的妹子嘛 那确实只能看看其他机型了 比如说S5 Mark II 那在S9上 摇摇乐高像素模式并没有阉割掉 手持高像素模式也都在 S9也是能够拍摄最高 9600万像素的照片的 至于连拍性能 它最高同样是 每秒30张的电子快门拍摄 同样支持预拍摄功能 但是S9的连拍缓存非常小 只有36张 而S5 Mark II的连拍缓存是200张 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只能说松下也开始等级升延了 终于来到了这台相机上 最大的亮点是LUT 可能有些刚接触的新人 还不了解LUT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LUT理解为一种滤镜 松下在S5 Mark II上 定式推出了实时LUT功能 最多可以导入10款LUT 你可以在拍照模式和录像模式 使用这些滤镜去直出照片或者视频 非常方便 而目前其他品牌的相机 还只能在录像模式里面使用 拍照还用不了 S5 Mark II发布之后 很多玩家制作了各种各样的LUT滤镜 网售射手们的好评 松下这次在S9上 大幅度增强了实时LUT功能 它现在最多可以导入40款LUT 并且优化了LUT的导入流程 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手机APP Lumis Land 这款APP除了基础的照片视频传说功能之外 它还可以在创作者LUT库中 下载和导入各种各样的实时LUT滤镜 创作者LUT库是松下找来全球各地的松下射手 制作的LUT的一个社区 创作者LUT库中的LUT是完全免费的 也可以直接查找自己喜欢的LUT滤镜 也可以通过作者的主页来下载 下载到手机上之后 再通过APP导入到相机里面 导入的方法也很简单 连接上相机之后 选择你要导入的LUT 然后再选择一个相机里的LUT坑位 点击导入 等待一到两秒就导入好了 从下在LUT的导入和设置上 做的也很到位 因为官方是知道作者的每款LUT 是以什么样的色彩格调作为基调去制作的 所以在导入相机的时候 相机会自动帮你设置对应的色彩格调作为基底 比如说我的Vintage Blue这款LUT 就是以Vlog色彩格调作为基调制作的 那么导入之后 你会看到它自动帮你把实施LUT的基础色彩格调设置成了Vlog Preddy的这款LUT是以STD标准色彩作为基调的 那导入之后 机器则会自动把基调设置成STD 对比过去在S5 Mark II上使用My Photo Style一个个去设置还是方便了不少 导入之后按下S9独有的LUT键 相机就进入了LUT选择的界面 你可以根据场景和喜好选择你喜欢的LUT 去直出照片和视频 相当于你拥有了40款胶片模拟 相当的方便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我使用我制作的Vintage Blue这款LUT直出拍摄的 搭配名将我是毫米F1.4的莱卡Ankle这根镜头直出就非常喷水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Vintage Blue这款LUT是我基于Vlog色彩制作的风格化LUT 我给它设定的原名叫做哈苏蓝色胶片 因为我制作的时候有参考网络上一些哈苏胶片的照片 使用这款LUT可以用来直出照片也可以用来直出视频 最近我也经常用它拍摄素材 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我的另外两款LUT Spring Portrait 春意人像 其实是有参考OPPO手机里的哈苏大师人像滤镜来调教的 有明显的黄绿倾向 用在一些新中式人像照片和视频中会起到奇效 而Cool Green 深绿清冷这款LUT 是参考了一名网红摄影博主的一组照片调教出来的 绿色的饱和度比较低 会给人一种深绿清冷的味道 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那回到正题 S9的实施LUT这一次在所有的色彩格调的金属上 还开放了增加画面颗粒的设置选项 还有弱 中 强三个档位 开启画面颗粒之后 彩色颗粒选项默认也是开启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彩色颗粒的话 记得要在这里关闭 关闭之后就只剩下黑白颗粒 这是颗粒开到弱档位的直出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颗粒效果不会应用到视频上 只会应用到照片上 除此之外 S9同样也可以像S5 Mark II那样 使用MyPhotoStyle来设置不同基调的实施LUT 而且MyPhotoStyle还支持同时加载两款LUT 比如说你可以在LUT1上面 加载一个Vlog2709的还原LUT LUT2上面再加载一个风格化调色LUT 如果你觉得LUT的浓度太重了 S9也是允许你调整LUT的浓度值的 可观性对比S5 Mark II高了很多 购买机器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那在视频结尾 我想再回到我开头所说的结论 它其实就是一款主打LUT濾镜直出的入门级便携全画幅相机 它不适合干活但适合生活 平时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没怎么使用过相机的朋友跑来问我 预算8000块买个相机来记录生活拍拍人像买什么相机好 这些朋友对相机性能的要求并不高 他们就是想要搭配一到两个大光圈的镜头拍拍人像 比手机有更好的虚化就可以了 使用的强度也不高不存在长时间的视频录制需求 他们更看重的是外观和价格 就算平时不拍拿在手里做个道具也很不错 他们也不懂后期所以也想要有比较好的植入效果 我觉得S9瞄准的就是这部分的用户 如果S9的定价不太高并且官方能够把创作者LUT运营好的话 那S9的销量应该还不错 那这款相机没有机械快门 我觉得还是缺乏了一些仪式感 既然松下都已经可以通过APP来导入LUT了 那以后能不能做一个导入快门声的功能 我直接导入来卡或者哈树的快门声 给自己增加一点越感 对吧 另外新款的APP是允许你在相册中修图调色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相册编辑界面中 再加上添加松下边框水印的功能 那使用14LUT之后 你还可以在边框上标记使用了哪款LUT 一方面可以满足用户的装逼需求 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品牌的营销需求 希望松下看到我的视频可以考虑一下吧 那最后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匹配的镜头群的问题 就目前松下1.8军团装上去的效果来看 颜值不太高 转接莱卡或者弗伦达的手动镜头颜值会高很多 前段时间粉丝群里也有射手推荐了器卡 35mm F4 二代这颗镜头 它也有LCO的版本 搭配S9的效果也还不错 主要是它真的非常小巧 成像又有股得位 价格还很便宜 松下S9需要的就是这种小巧高颜值的镜头群 这些相机我非常喜欢 我会买一台准备带它出门拍照拍视频 之后找到更多小型高颜值镜头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点赞关注还有大量的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